建立台湾品牌的全球战略物资的制造业 一概英氏文清风的主视觉 搭配带有浓浓AIT位的伴手礼 总统蔡英文520就职大典 主视觉伴手礼投标厂商却遭媒体踢爆 短短五年竟然得标政府相关标案 背后负责人还与绿营高层有关 蔡总统你到底知不知道林景昌跟李后信 他们一个秘书长一个副秘书长 他们这个跟帮推跟投食的关系 国民党指控先从得标的帮推投食两家厂商来看 近一年除了总统府就职得标136万元 地方政府得标也高达1070万元 总计中央加地方共3816.5万 而从105年创立以来 政府标案得标率更高达70.8% 总金额8313万 地方政府又以台北市桃源市与台中市为排名前三大中 而协助候选人竞选则是林市间的38.6万元最捧场 苏贞昌与林嘉隆2018年选举也投入30万元 帮推跟投食两家公关公司近年来得标政府标案 而在一旁也是位在同一间办公室的台湾在地希望协会 其中的李氏正是被质疑摄入的 从帮推投食到台湾在地希望协会不止办公室相同 人事案更直接连结蔡英文总统 挂名协会理事的林景昌与李后庆 又同时身兼蔡英文所挂会长的中华文化协会 政府秘书长 而李后庆的妹妹又是帮推董事 同为协会理事的王俊凯 则是帮推董事长 另一名理事杨森则是身兼 投食董事长又是帮推创意总监 文化总会帮推投食就是一套人马 三块招牌 所以基于这层关系 所以可以从台湾投标到台湾尾 对于国民党指控 总统府强调一切都依法公开招标 而公司所在的办公室则是灯火通明 照常营运 仅发表声明表示与李后庆林景昌两人并无关联 解考前致电李后庆尚未取得回应 借李某窗张雨仙SN小组台报道